新北市議會民進黨團是議會最大黨團 所有黨籍議員到場包括立委羅智政 吳秉瑞等人 參與新現任總召集人既幹部交接典禮 議長蔣根煌 新北市長朱立倫率領全體市府一級主管 來到議會參與 現任總召集人張瑞珊卸下職務 交接給新任總召集人林秀慧 期許未來為新北市民一起打拼 總召集人由林秀慧擔任 新任副總召集人廖本燕 幹市長和書記長分別為賴邱妹及中紅人 面對諸多市政建設 千頭萬緒 更需要黨團同志一起努力 監督市府落實政策執行 這是一個任務 也是一個責任 我想新北市政府需要有很多改善的空間 那有些政策上的推動還有加強的餘地 所以我們新的黨團的幹部會在這方面更多的一個琢磨 就是要求市政府做更多應該做的事情 林秀慧強調未來以帕牙的精神 來強化監督市政的力道 期望市府在長照 托育 公安等政策上 能更有作為 期待竹立倫市長再努力做出好成績 數位天空新聞 板橋報導